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继续来探讨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进入第二十二位的婆师罗传师 那这个大善之士 就是善才童子在第二十一餐的玉香长者 或者是称作幽波罗花香长者 又称作青莲花香长者所教导的 还要由玉香长者的地方 在往南到楼阁大城去参访一位传师 他的名字叫婆师罗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善才童子第二十二餐的这一位传师婆师罗 所以我们就参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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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经文我们是用这个节路本 那比较简要 然后就是里面的内容 也还是可以掌握到 善才童子的这种参学的一个主旨 那在经文里面就介绍 善才童子他离开了玉香长者以后 他就往南 结果他向着楼阁城 就是往南方的这个方向去寻访楼阁城 那么一路上他就观察这个道路 就是走的路有的是高有的是低 那观察这个有的道路是比较险恶的 不好走比较危险的 那有的路又很清静 那有的路又很就是碎恶 就是很肮脏那有的路是弯弯曲曲的 那有的路又很笔直 所以是善才童子的 五十三餐里面在楼阁城的这个方向的路上 或许是特别的这种就是变化多端 所以善才童子他特别的观察 这个一路上面的这种道路的状况 那么他就是慢慢的 就一边的游走 就是一边他的心就念念不忘 他要参学的这种善知识的这样的一种 他的出发心 所以他自己心里就是对善知识 就是充满了无限的这种感恩 所以他说我当亲近彼善知识 就表示说善才童子他就是受到文殊菩萨的教导 要去多方的参学 因为他向文殊菩萨表白说 他已经听闻文殊菩萨的教导以后 他就是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文殊菩萨就是要他去了解说 一句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是要落实在无数的菩萨行 修菩萨道 所以他就要去参方大善知识 就是大菩萨 他们就是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在行菩萨道的过程的大菩萨 所以要去这样子参方以后 才能够知道说 一句的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个内容是多么的这种无量无边 是这样子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说 法门无量 寺院学是这样子无量无数的 就一句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内容是无数的菩萨行 是这样 所以要能够知道怎么修 那就是要透过善知识的教导 善知识的教导就等于是说 在华音经里面 善才同时所参的大菩萨 他们都是自己实证的 所以这一些的善知识都是大菩萨 都是实修实证的 所以他这里所称的 就是他以前已经参方过的 还有他要再继续参方的 所以他说 亲近必善知识 就是说一切已经有修正的大菩萨 都是他要参方的对象 所以他都要去亲近 善知识他的尊贵是 为什么这样子的重要呢 是成就修行诸菩萨道因 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 成就修行诸菩萨道 我们就要借着善知识的教导 所以他是我们可以成就菩萨道的因 他是我们要成就菩萨道 要去学习的对象 我们才知道怎么修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善知识也是成就修行 令一切众生 至一切智成道因 这个地方就等于是说 要成就一切智 当作是一个成这样子的智慧 一切智等于是佛的最圆满的智慧 所以我们说在华言经里面 就直接用一切智来代表佛的智慧 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智慧 所以这个智慧就像一个城堡一样 那我们要去到这样的智慧的城堡 这样的路上怎么走 就要靠善知识来教导 所以善知识是可以 让我们成就这样一切智 去到这样的地方的一个因 是这样 所以非参学善知识不可 就是这样 那何以故呢 于善知识处得一切善法故 依善知识立得一切智道故 善知识者难见难遇 所以这个地方就再解说善知识的重要 因为他可以在善知识的地方 我们才可以得到一切善法 因为善知识是真正实修的 所以我们去到善知识那里 他告诉我们都是他自己怎么修 怎么正道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得到这样的善法 我们可以依照去学 然后依照善知识的力量 我们可以得一切智道 就可以得到善知识的加持力 因为我们修学的过程 我们就是要打开我们的眼界 然后我们也要有这个脚可以走 所以等于是得一切善法是开了我们的眼 然后得到善知识的力量 我们才有脚可以走 可以得一切智道 善知识是我们这个世间难见难遇的 这个就等于是说我们世间的人 我们看到的都是凡夫众生多了 要真正看到的大善知识都不多了 所以我们有个批语 说这个世间凡夫众生 就是好像这个大地的土 那这么多 那可是我们真正能够学佛 听闻佛法学佛的人 就好像一只鸟的爪上土 这么少 所以这个刷佛世界凡夫众生 你看有多少的众生 不同的人 天人地狱二鬼畜生 那畜生都有多少类 那这么多里面 要能够遇到善知识 真的是难见难遇 难遭难逢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非常的珍贵 有善知识能够学习 所以他就是一路他就是特别的这种思念 善知识 那希望能够向善知识学习 所以他一路都是感念 那么向往善知识是這樣 所以在这一个第二十二参的 这个婆斯罗传师的这个部分 就是特别介绍 这个善才童子 他一路上对善知识的赞叹思维 那他渐渐的就走到了这个楼阁城 那么他就见到这位船师了 在城门外的海岸上住 就是这个城门 这是楼阁城 那因为这个城是等于是 比较属于是陆地上的 那船师他是善于就是渡船 那善于知道这个海 种种的这些的知识 所以他是在城门外 不是在城里 城外就是比较靠海 所以他在城外的海岸上 那么在那个地方 住就是他在那个地方 也许是站的 那么在那个地方 百千商人急于无数大众围绕 因为这个海上在古代可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 运物品的这种路线 所以很多的商人他要做生意 他就是要借着这个海路 所以说百千的商人 还有急于 就急于就是不是商人 他可能是被雇佣的人 那也许是这个船上的这一些 技术人员 那他们就很多的人 就大家都围绕着这一位婆师罗 婆师罗船师 那么这个时候婆师罗船师 就为他们说大海法 大海法 就是告诉他们整个大海的一些功德 所以他说方便开示佛功德海 就是为这些人 他就说海的功德 所以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位善知识 那么他就是专门观海的这种无量无边 还有海里的众生 那么就是开悟了 那么这位船师呢 他也是在告诉这些大众呢 就是有关这个佛的功德海 然后就是以这个海来辟喻佛的功德 无量无边这样 所以呢善才同志呢 他看到了这位船师啊 他就赶快呢 就是驱前去顶礼 然后呢 就是绕着这个船师呢 无量渣 然后合掌就站在他的前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位婆师罗船师啊 他就直接呢 就告诉善才同志 他说善男子 我在此城海岸路中 尽修菩萨大悲闯行 他就直接告诉善才同志说 他就是在这个楼阁城的 这个城外的这个海岸路上 就是海边啊 他呢就是靠着呢 跟这一些的人啊 商人也好 还有其他的这一些 也许是渡船的做这个 就是海上生意的啊 那么这一些人呢 他就跟他们说法呢 用这样的方式 在修菩萨大悲闯行 然后他就告诉善才同志啊 他是怎么样子教导他们啊 他说善男子 果官严福提内贫穷众生啊 为饶义故修诸苦行 谁其所愿 悉令满足 他说他呢 实际上呢 是看到这个严福提 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严福提 那么 很多的这个众生啊 都是贫穷的 这个贫穷呢 应该就是指着是 我们世间的这种 这种 滋生的这种用具啊 这是不够 他本身的这种 就是生活的用品呢 就是缺乏的啦 贫穷众生 所以呢 他为了要帮助这一些贫穷众生呢 他就修诸苦行呢 随其所愿 悉令满足 他自己本身呢 是修苦行 那可是呢 他可以呢 就是 能够随顺众生的需要呢 就是提供他们的这一些 知生之具 所以呢 他说先以事物松满其意 他先用世间的这一些种种的物品啊 能够满足这一些众生的需要 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的 有这个 具足幽婆仪啊 不动幽婆仪啊 那么这一些的长者 大善之士啊 他们就是能够化现 众生所需要的这一些知具 然后呢 他在富施法财 令其欢喜 令修福行 令生智道 令征善根力 令起菩提心 令敬菩提愿 令坚大悲力 令修能灭生死道 令生不厌生死行 令赦一切众生海 令修一切功德海 令造一切诸法海 令见一切诸佛海 令入一切至海 这个地方呢 就是 这位传师啊 他就用世间的这种知生之具 先能够满足这一些贫穷的众生之后呢 再教导他们这个佛法 那么就是让他们听了生欢喜 就是能够告诉他们 就是说我们本身都是佛啊 那我们自己本身本性是清净的啊 那也许这一些呢 就是让众生能够充满这种信心啊 所以呢 就鼓励他们能够修福啊 也要行善啊 然后才能够培养我们自己的福报啊 那不然呢 就是没有善行没有修福呢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贫穷的了 所以等于是先教导 先能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 然后再教导他们应该要去修行 就是能够衣食具足了以后呢 就要能够懂得修善 然后呢还要修慧 还要增长自己的善根啊 还要发菩提心啊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 得到了这种菩萨的利益以后呢 我们也要懂得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说发菩提心呢 就是能够发起利他的这样的一种 广大的慈悲心啊 所以呢 要发这样的愿 然后兼顾自己本身的大卑力啊 那能够呢 就是灭自己的这种生死道啊 那而且呢 就是不厌生死刑呢 就是菩萨的这种愿意 愿意再跟众生的这种称愿再来 能够愿意在这个娑婆世界的 跟众生一起同行这样呢 所以这边有特别说不厌生死 那我们修行呢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应该是要修清净行 而能够断这个生死轮回嘛 那这个是说 我们自己本身要能够有清净啊 那么没有这种恶业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不再受这种轮回的这种生死啊 可是呢 在发菩提心的这样的菩萨行啊 那如果不回到这个世间呢 就没有办法度众生啊 所以说还要发一个 不厌生死这样的心呢 来度化众生啊 所以在射一切众生海 像众生一样的这个大海这样子 都愿意去修设 然后呢 能够修像大海一样的功德 那能够呢 就是照明一切诸法海 就是所有的法门都愿意去学习 都能够了解 所以叫做另造一切诸法海 那另建一切诸佛海 就是像大海一样多的诸佛 我都发愿能够见一切佛 是这样啊 因为佛也是大善知识啊 能够见佛 那就是最大的福报 也等于是得到佛的教导 那能够入一切诸这样的诸海 就是辟喻的啦 就一切诸是无量的智慧 所以就好像大海一样就称作智海 那这位佛斯罗传师啦 他就是告诉善才童子 他就是在这个海边啊 他就是教导这一些的这种 海边所遇到的这一些众生啦 这样子呢是称作菩萨大悲闯行 那先以财师 财师呢就是众生所需要的知身之具 然后再以法师 那法师呢就是能够让他们 从自己的这个基础呢 知道能够去恶修善修福 然后呢修智慧福慧两足尊 然后就是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然后入一切诸 就等于是导向入佛字这样子啦 所以呢这位传师他就告诉善才童子啊 他说善才童子啊我住于此 如是思维如是作意 如是利益一切众生 就是他依着这个菩萨大悲闯行啊 这样子来思维 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法门 他要怎么样子来度化众生呢 他就是依寻这样的法门在思维 然后实际去度化众生这样啊 所以他告诉善才童子说 他还有实际的这种利益众生的方法呢 就是他能够知道海中的一切宝舟 这个就是他称为传师的一个特别的方便善巧 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前面一位的玉香长者 他就是用香做方便善巧的这种特殊的法门 然后也是为他们说法 那这一位的菩萨罗传师呢 他就是用他对于这个海啊 还有有关的这些知识呢 是他的方便善巧的度化众生的方法 然后再为他们说法 他也要导向佛法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就告诉善才童子说 他知道海中的一切宝舟 就是有哪一些的这种小舟啊 这个水里的这个小岛啊 很小的叫舟啦 四周有水的叫舟啊 那这个舟呢 他有宝物的 还有一切宝处 就是有生产这个 这个宝石啦 这个宝藏的地方啦 还有一切的宝类 有什么宝 这个宝啊像这个矿物的啦 或是有任何的这种宝石的啦 是哪一些是我们世间的这种珍贵的 叫做宝 他也知道 然后呢有一些的宝种 还有知道进一切宝 钻一切宝 出一切宝 做一切宝 他就知道 就是说怎么去把这一些宝 那把它找出来 还把它成就 然后造成这个宝 他也知道 从一开始挖出来 再做成真正的这个宝的最 这个圆满的状态 然后呢他也知道一切宝器 就是已经用这一些宝来做成的器皿 然后他们怎么样的使用 还有一切的宝的境界 这些宝他本身呢有哪一些的这种 就是美妙的境界 就是说这些宝他所呈现的真正的这种 他的这种就是本质到底是什么 还有一切宝的光明 这个宝呢当然是我们世间呢 最喜欢的宝物啊宝珠啊 基本上都是会有光明 像我们现在光亮的嘛 宝石啊这些宝物啊 即使矿物啊 是不是我们说黄金是最贵的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亮的都是光明的 都是有色责的 那就是让我们看了都会喜欢的 然后呢他除了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宝物以外 他还知道一切龙宫处 就是龙王所住的地方 我们说龙王就是在水里啊 那么在这一些的这种 就是潜藏的地方啊 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这个有水的地方 那可能都有这个龙王啊 所以他都一切的这种龙宫 龙王所住的宫殿 还有一切夜叉的宫殿 夜叉 那这个这个是比较凶的 还有一切不多宫处 这个不多的因呢 就是中音声啦 不多是这个从就是翻语过来的音译啦 所以呢 这夜叉也是啊 只是我们现在比较习惯了 听到知道夜叉 夜叉还是夜叉 那这个音我们已经 中国人讲说夜叉夜叉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骂人 不要太凶啊 你不要凶得像夜叉 所以我们的世界已经大家都习惯了 可是不多大家就比较 没那么熟 他就是中音声啦 那中音声跟轨道就不太一样 又有相似 因为他是无形状的 那是属于说 一个这种有身体的 身体的这种身 有 然后到死了以后 那么死到下一个身中间啦 那如果他还没办法去真正投胎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还叫做中音声啦 所以我们有听过说中音得度 就是他还没有再去投胎有一个肉身之前 然后在他前一世死了之后 那这个中间就叫中有 那不多啊 那不多啊 他是比较属于藏文的 叫做不斗 所以呢 他就是取他那个音啦 所以叫做不多 那这些中音声呢 那他们的宫 就是他们一般的所聚集的地方 那这位婆斯罗传师呢 他告诉善才童子啊 这一些的地方呢 他是要怎么样呢 是要能够回避耶 免其诛纳 就是说有龙宫的地方 有夜叉宫的地方 有不多宫的地方 是比较会有危险啊 那可能会有一些的这种海纳 所以呢 就是说 他会告诉这一些行传的人啊 你不要走哪一些路线 这些路线呢 是有龙宫 这些路线是有夜叉 这些路线是有不多 你最好避开一点 等于是有形无形的 可能会有这些的障碍啊 那他也能够什么呢 善别之悬浮浅深 悬浮就等于是悬涡啦 就是海水呢哪一些地方呢 容易起悬涡的 那悬涡那个船就会打转啊 对不对 那有的是很深的 有的是很浅的 也不能浅啊 那浅的话那个船也会搁浅 那还有的是会波涛汹涌的 就是海浪很大的 那有的是这个 这个就会造成这个船的危险的啦 所以呢 他就告诉这些行船的人 要避开这一些的这种危险的地方 然后他也会辨别水色是好的 或者是不好的 种种不同 可能这个水的颜色不同啊 那可能有的这个水是有染污的 那我们现在是人为的啦 那也许自然界里面呢 有一些水本身啊 他也许会有恶气的 有恶的 所以他也会辨别 这些水的这种水质是好的 或者是不好的 那最主要的是 他要帮助这些行船的人 那他还能够怎么样呢 善别之 日月心术 运行度数 他还知道这个日月心术运行的度数 就是说这个日子上面啊 因为这个要行船的时候啊 那每一天啊 还有下面的 昼夜晨步 鬼漏炎处 就等于是说白天啊 晚上啊 或者是早晨啊 下午啊 那鬼漏呢 那鬼漏呢 就是我们古代的时候呢 没有这个时钟啦 所以有日鬼 就是有一根呢 他就看着日太阳的影子 而知道说啊几点钟了 那这个漏也是一样嘛 我们以前说啊沙漏 有没有 他这是他可以跑多久的时间嘛 所以鬼漏呢就是代表时间啦 时间的流逝 所以他可以知道时间 那这个是在古代啊 或者是我们在佛经里面讲的 那至少这个佛经讲的 都是已经很久以前的啦 那以我们古代的说 没有这种时钟啊 没有表啊 所以不知道时间啊 那所以说 以前的人都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洗 那可是呢 在这个海上面啊 他不能只有日落日出这样而已啊 因为24小时都在海上啊 所以什么时间其实都很维系的 那所以他观察日月星数啊 运行度数啊 昼夜晨波啊 这个早上下午啊 因为这每个时间不一样 跟这个海的潮水啊 这个波动就不一样啊 所以他要很精确的知道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 越圆越缺 跟障潮跟这个退潮也有关系啊 那这个就等于是 行船的人呢 他都要能够知道 要掌握 那这位船师呢 他都能够清楚的 就是很确切的知道 每一个时间点 跟这个潮水的障潮 退潮 他都能够算得到 是这样 然后呢 他也知道 这个船本身 这个船本身呢 他的材质呢 是铁的 或者是木头的 是坚硬的 或者是很脆弱的 他也知道 就是这条船 下了水 他能够承担多少的这种风险啊 他是知道 那这个船的机关色滑 是怎么样子 就是说一条船 这个本身的设备好不好 对不对 机关色滑 还有这条船 他本身呢 能够行走的速度 他在听这个滑桨的声音啊 那么都可以知道这条船的好坏 还有呢 水之大小 就是这个海水的这种水流 他的这个水的速度啊 是大小快慢 还有风 因为行船呢 这个风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说 一路顺风 住人家说 要去旅游 一路顺风 最主要是船 顺风 有个帆 然后风一吹 这不用划船就跑得很快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风 是逆向还是顺向 很重要 还是逆风 哇 跑快 逆风就骂 顺就快 那如是一切安危之相 无不明了 可行则行 可止则止 所以 这么多人围着船师啊 最主要一定是要去 听闻这个船师呢 告诉他们 现在这个海上的情况啊 风啊 水啊 还有整个的变化了 然后之后他也是跟他们说法 他们有什么欠缺的 那可能船师在这里呢 就是也会提供他们的船 你这个船不好 我给你一个好的 所以他们的这一些的 这种实质所需要的这一些配备 然后再告诉他们这个佛法 要发菩提心啊 要起善念啊 那这一些呢 就是 这是这位婆斯罗传师的这种教导 所以他告诉善才同志啊 我有这一些的这种特殊的方便善假的方法 所以他叫做船师嘛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行船 而要知道的这一些知识啊 他都有 也算是以一种神迹妙算啊 他能够观清悦 然后能够知道时间 能够知道这个海水的状况 还能够避除这一些不好的地方 所以他告诉善才同志说 我以成就如是智慧啊 他这个智慧 而且这个智慧等于是有世间的智慧 世间的智慧它有能力可以帮助 世间的人的实质的问题 然后再加以出世间的 还有再加以非世间非出世间的 这种菩萨的这种悲行 所以他说能够用这样的智慧呢 常人利益一切众生啊 他最主要是要利益这些众生 他是怎么样呢 他以好船运租商众 他有好的船 他自己本身也拥有 丰富的这种船只 所以他也是一个大富长者 所以他用好船呢 就是运这些商众 行安隐道 父慧说法令其欢喜 所以有的商人 他干脆就用船载他们 那么带他们到宝州与珠珍宝 就干脆带他们去取宝 然后呢 就是让他们呢 就是获得的这些宝物 然后呢再把他们带回来这个 严福提的这个地方 所以他最主要的是能够呢 让他们就是生活能够充裕 然后呢就是要为他们说法令其欢喜 所以这样子的菩萨很不容易 他还要懂得世间法 然后呢还要让众生啊 真正在生活上面所需要的 他也能够让他们满足 然后呢就跟他们说法 是这样的 这样子这个菩萨真的是很慈悲 他真的是财师法师都能够具足这样 所以他又告诉善才同志 我将大船如是往来 为使令其亦有损坏 若有众生得见我生 吻我法者 令其永不步生死海 必得入于一切至海 哇 这个地方呢就等于是 菩萨罗传师啊 实际上呢 他等于是说用这种海啊跟船啊 等于是有一种辟语性 就等于是说他实质上是有 这个世间的作用 可是呢他实际上用佛法来 用作这样子的一种妙用的时候啊 就等于说他的船啊 实际上是让我们进入 能够得到佛法的法宝的法船啊 他的这个船 世间看起来呢 是好像是要去拿这个珠宝 可是呢他真正的是要为他们说法 所以他的这个船啊 不是一般的这样的 为了要去得到这种 这种保护的船而已 实际上是要得到法宝的这种法船 所以他说如果呢 坐他的这个船呢 就等于是说 绝对不会有出差错啦 你一定可以得到法宝 那众生如果看到他的这个身体啊 听到他说法呢 就永远不会害怕生死海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海呢 他是用生死海来批育了啦 所以他的这个海呢 真正的船师啊 他能够世间的这种 海的状况都知道 而且呢他还知道我们众生的生死海 这样子的最艰苦的这种海 让我们在这种生死海中 轮回的这个大海啊 能够出离啊 能够入于一切至海 所以这样子的生死海对照至海 一切至海 生死海我们在那里起伏轮回啊 那么也许沉也许福 可是一切至海哇 那就好像是我们在那里呢 就是可以在那里悠有这样子 哇好像都没有障碍啊 而且呢是得到一切诸佛菩萨的家照啊 我们又是能够呢 了脱生死的这样的一切至海 所以这位婆师罗传师啊 他非常的这种微妙 有这种世间的这种 度化众生的这种 就是去除众生的这种贫穷 然后让众生呢 他们想要行伤到海中 都能够得到安全 然后呢 他本身又能够说法 让众生呢 能够出离生死海 而入于一切之海 那所以他说 我的这个法门呢 就叫做大悲闯行 那大悲闯行啊 这是世间的海 都能够安全无恙 而且都还能够 能够进入这种一切至海 所以呢 他的大悲闯行 他前面说到说 我自己修苦恨 我自己修苦恨 这个自己修苦恨 而能够满足众生所需 来利益众生啊 这个修诸苦恨呢 应该就是 有这样的苦恨呢 才有福报 才有福 修苦恨 就是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没有讲求自己的 这种享受啊 那么这样子累积自己的福 然后他自己的智慧 那才能够说法度化众生啊 所以等于是他有福跟慧 这两方面是这样 所以他告诉善才童子啊 他说他的这个法门是大悲闯行啊 那若有见我即已闻我 与我同住 意念我者皆昔不空啊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又有他的一个特殊的愿 就说只要有人听到他 这样的婆诗罗传诗 听闻到他的这种名声啊 那见到他 那么还有呢 听到他的这个部分呢 可能是他的说法 见到他的设身啊 还有见到他所说的法啊 他的教导啊 然后愿意与他同住啊 或者是意念他的 意念他的就是等于是 心里对他非常的仰慕 尊敬的 那么这样子呢 皆昔不空 皆昔不空呢 应该就是说 会得到他的加持 他的教导 他的度化 是这个地方啊 所以呢这个是 婆诗罗传诗啊 他就告诉善才童子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大悲闯行 大悲闯行 世间法 初世间法 佛法 都具足 那 他在告诉善才童子啊 他所修的就是这个法门啊 那如果说是其他的大菩萨呢 他又说如 就是说 如果呢 除了我修的这个法门以外的 这些大菩萨他们所修的呢 他们能够怎么样啊 善能由射生死大海 他们自己本身啊 就是能够善于由射生死大海 就是说 出出路路啊 就是大菩萨啦 他是得心应手啊 他要生就生 然后呢 他要出就出 就是在生死中 他还保持很清醒 保持很清醒 就不会迷路了啦 就是一试一试 他都很清楚他要做什么 所以他发愿再来 秤愿再来 所以他能够善于由射生死大海 然后还能够不染一切诸烦恼海 就是在这个世间啊 他碰到的这些困境种种啊 他不会生起贪生痴烦恼呢 又造成心里的这一些的烦恼重生 那能够舍一切诸妄见海 就是不会起这种妄念 那么邪见 种种的不正见 那也都没有 而且能够观一切诸法的性海 就是一切诸法的法性 都能够如实观照 而且能以试色法来设受众生 就是不思慈戒 不思爱与立行同事 这样子跟众生一起 这诸设法就是完全跟众生在一起 是这样没有离开众生 就跟众生一起来修 一起来行这样子 以善安住一切诸海 他自己本身又安住在一切诸海 能灭一切众生浊海 就是一切众生的执着的海 能够平静平等住一切诸海 就是这个地方是最主要的是 佛斯罗传师他都用海来辟育 所有的众生的烦恼也是海 能够成就的佛菩萨的智慧也是海 那所有的这些神通这些也都是海 就等于都是无量无边的 这个海是最宽阔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还有一些的内容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要等下一个单元再继续补充 那我们先到这里做一个回向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境度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惜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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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由您一起 扶持 救护 养护流量狗 画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铭 台湾救狗协会 传说中 从西元710年 奈良建都后 当时藤原市的守护神 便骑着白鹿 迁移到现今的春日大赦 自此 奈良的鹿 就一直从那个遥远的年代 一代一代繁衍安阳神习至今 成为奈良的标志 奈良的鹿被尊为神的使者 受到百般的呵护 并被原本称为天然的纪念物 不啊 在前往春日大赦的路上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四处自由走动 漫步在马路上 和那辆公园草地上 或趴或沃的路群 冬天的路在天生保护机制下 皮毛底下多了一层过冬的脂肪层 使皮毛看起来有些杂乱 此时的路连连都变圆了 陆群平日的食物 除了那两公园内的草叶之外 还有特别为鹿群制作的鹿仙贝 提供游客购买卫食 鹿仙贝原料只有小麦米汤 不含任何的糖味和油脂 是那两小鹿最爱的美食 没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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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耳朵好可爱哦 那两古都 毕竟多少烟雨风云 只有小鹿们的油油漫步 跨越了时空洪流里的动荡不安 为古都平天了一丝安然平和 就是笑感到的 仔细 sociét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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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少项与灯珠 一一皆如庙高居 须弥山就是庙高居 我喜供养诸如来 所以阿地侠尊者 做的那个点灯启愿文 就是按照那个华严经的境界 此灯斩如三千大千世界 灯珠如须弥山王 灯犹如汪洋 此灯之树 一盏得陷于美尊佛前 然后又回到一个最小的单位 从三有顶 三有顶就是三界顶 三界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 所有众生之无明全部消灭掉 这个光明便一切除 所有众生的黑暗 无明黑暗全部遣除 你说点了一盏灯哪了得 所以以普贤恨怨的这个来修法 一杯水就是无量 点一盏灯就是无量 是不是 所以这个华严 这种修法 是不是极具之良 最快成佛的方法 所以这个要有福的才听得到 真的 没福你才听不到的 这种法 我以广大圣洁心 这三个字很重要的 圣洁心 这个圣洁心是一种会 是一种会 这要在戒的基础上 因戒生定 因定发会 这个也有一种 还有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就跟善知识的 这种 跟善知识的话 为什么我们世间有一句话 那叫听君以喜话 圣读十年书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里面 不仅仅说是圣读十年书 这个要看 我们听佛的话 听这个圣神教法的话 那是 不说这四年 十大节也不止啊 就是我们供的时候 不管是供灯 供水 供一朵花 都以普贤恒远的微得力 圣神之解 之鉴去供 所以以后就慢一点 所以为什么 点灯起愿文 前面一段念 朗诵 后面要唱 唱的时候 他就是可以深入做官嘛 就是这样 然后除了前面讲了 这个山游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 所有众生之无名 全部遣除 还有呢 十方诸佛之刹土 皆得显明清见 这修要好好修的 我们现在先是嘴上这样讲讲 然后积累质量 积累质量 积到一定程度 就醒了 积到一定程度 请问 那十方刹土 诸佛刹土的显明清见 这代表什么 你哪天死 你会不会知道 就会知道了 那就叫欲知实至 知道吗 也就是说 十方诸佛刹土会知道 你也会知道自己的 过去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时候就是要修出来的了 那跟巫婆神汉 妖魔鬼怪的那种 鬼通啊 怪通啊 精通啊 那都不一样的 那个叫 由资粮慢慢慢慢 具足了之后 我们念佛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听说